严富总统今天下午4点半钟,在总统府接见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副董事长亚当斯夫妇和美国无线电公司远东区副董蔡瑞奇。 亚当斯夫妇是在昨天到达我国访问4天,他们今天是由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叶梅长陪同,并见严富总统。 亚当斯片年61岁,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已经服务了18年。 亚当斯副董事长和他的夫人今天上午11点钟,曾经到台湾电视公司拜会,受到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刘侃如的热烈欢迎。 亚当斯夫妇是第一次到我国来访问,所以他们今天特别参观了台湾公司的各项设备和节目情形, 并且和刘凯荣总经理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了解我国的电视事业现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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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